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这一封总统的贺涵 原来这是宜兰市跟美国洛克维尔市来签约姐妹室的时候 蔡总统的署名上面印的是台湾总统不是中华民国 这让国民党就质疑蔡总统是善改国号 不过宜兰市长江聪渊他就回应了 因为当时在推动缔约的时候 有人分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因此在压力之下才会改为台湾来缔约 宜兰市和美国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市缔结姐妹室 一封赫罕却引发话题 因为下方的台湾总统这四个字 他只要有办法 他就有这种偷偷摸摸的心情 就写成他是台湾国的总统 他觉得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很丢脸吗 虽然后方有加注ROC 但大辣辣的称呼台湾总统还是引发蓝营不满 质疑执政党不认国号 总统府回应这是宜兰市政府准备的文件 而宜兰市长也说 写台湾总统是要为了让人搞清楚 你到底是中国国民党 还是中华民国国民党 这个也没有人搞得清楚 说当地人对国号搞不清楚 加上宜兰市府只是依照美方来的文件 接着将从约又呛下 我们本来就是台湾 他们对于两个城市之间是 两个国家之间是混淆 其实国家就是属于我们台湾人民的国家 拿出文件佐证 还有从前川普在推特上的发文 显示对美国人来说我们就是台湾 对此绿营立委也声援 我们的外交文件上面 已经很明显的标明两次的ROC 这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绿委帮忙还家 赫瀚最后有标注ROC 希望不要有过多政治联想 记者李克燕李永平刘卫成 台北一栏报道